雲南出動幾千武警強拆清真寺 想問民眾反抗爆發激烈衝突 坤寧來用社保基金填補債務 專家揭中國60萬億城投債即將爆煲 在尾構陷法輪功 兩名中共代理人被FBI逮捕 六一彩排演唱接班人 大屏幕跌下來集到九名幼兒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5月29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外雪兒 5月27日上午 雲南省的一座清真寺 遭中共當局強制拆改 遭當地穆斯林民眾奮力反抗 中共當局出動幾千武警、特警、警察鎮壓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之後中共增派軍隊前往 事件發生在雲南玉溪市 通海縣納家營清真寺 據傳這座清真寺 具有六百多年歷史 但中共當局要強制拆除 改造部分清真寺的建築 民眾發布的影片顯示 5月27日 中共當局企圖強拆雲南納家營清真寺 遭當地民眾反抗 於是出動大量武警、特警、警察鎮壓反抗的民眾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中共特警手持盾牌、警棍等各種器械勾打民眾 試圖驅散民眾 民眾則赤手空拳反擊 中共特警組成人場 阻止民眾進入清真寺 影片顯示 更多武警手持防暴器械 開進現場 試圖進行更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但抗爭的民眾越來越多 之後當局還增派軍隊趕到現場 多段影片顯示 大約上萬的民眾 聚集在清真寺周圍 警察圍堵了清真寺的大門 不讓民眾進入 憤怒的民眾向警察投釘石塊 衝突升級 在民眾的強力抵制之下 中共當局暫時撤走特警、武警 民眾進入清真寺並拆除棚架 知情民眾透露 在衝突現場的民眾中混入了很多便衣 有人被噴辣椒水 有人被勾打 但被激怒的民眾沒有退縮 反而越戰越勇 目前中共當局暫時停止了強拆清真寺 但民眾估計 中共當局不會就這樣罷休 很快可能就會開始抓人 平息事端 知情民眾分享了當局強拆 納家營清真寺的中共當局所謂的文件依據 稱納家營清真寺違法佔地 據傳中共當局 亦將對雲南沙甸清真大寺進行強制拆改 強拆清真寺是中共實施的 所謂伊斯蘭教中國化五年規劃的政策 自2017年至今 全國幾乎所有大圓頂和尖塌的上萬座清真寺 陸續遭到強制拆改 目前只剩下零星的幾座大紙還未拆改 繼貴州省省會桂陽市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地方政府 聲稱無法之償還債務後 近日中國網上廣傳一份 昆明城頭專家會議紀要的文件 指雲南省省會昆明市的城頭公司延遲常債 差點爆發違約 最後挪用社保基金和公資金 滑東長保西長 並指昆明的城頭債平台 未來半年將有200億元人民幣債務到期 這不單只是第三個地級市爆煲 更突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快速惡化 5月24日昆明市國資委出面闢謠 聲稱之前傳出的一份會議紀要是不實消息 是民生銀行的一名馬姓員工 以個人名義參加了海通證券組織的一次外部會議 發表的不實言論 問題的關鍵點是 這名馬姓員工到底透露了什麼不實言論呢? 事情緣起兩間昆明本地的城頭企業 一間叫昆明市土地開發投資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簡稱昆明土頭 另一間名為填詞投資有限公司 簡稱填詞投資 根據財新網24日報道 昆明土頭一筆2億元人民幣債務19日到期 直到21日才支付 差點爆發技術性違約 昆明填頭一筆10億元人民幣債務22日到期 外媒引述兩位債勸持有人稱 當晚已經收到本息 不過業內人士感到有點QK 為什麼這兩間面臨倒閉的公司 能夠在短期內收購資金還債呢? 於是有人諮詢知道內情的專家 之後專家回應 專家要點指出昆明填頭的對付資金 主要來自省府的社保基金和公資金 這份回應很快流傳到網上 在了解地方財政以及金融人士當中引發震盪 指出昆明政府的財政基本已破產 竟然非法動用白姓社保和養老金還債 此外紀要開篇提到 昆明市未來半年將會有200億債務到期 城投公司無力支付 市府財政不足 省府亦表態 不會大力救助 幾個城投公司董事長 已經去上海要錢 紀要還指出 求助上海不是資產交換 因為昆明已經沒有資產可以給出來 而是直接要錢 由於雲南是上海的定點幫扶對象 以往中央對雲南的寶座 每年有幾千億是從上海轉移支付到雲南 去年經由上海的轉移支付 到現在都未付 現在昆明正在財源 只能先找上海城投公司借錢 另一份網傳文件 昆明銀行部門專家回應要點的內容 和紀要基本吻合 還披露更多細節 包括幾個城投公司已經三個月未發薪 一筆10億元債務 是用省府的社保基金和公積金為規兌付 有幾個城投公司今年到期的銀行貸款 本息已經延展到明後年等 這個消息極具震撼性 在網上迅速傳播 驚動昆明市政府 於是5月24日 昆明市郭之偉在公眾號發布聲明稱 有關昆明銀行口專家露演要點 和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 是不實信息傳播 已採取法律手段 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同日涉及事件的海通證券發布聲明稱 上述外部參會人員言論緊代表其個人 不代表海通證券的觀點和立場 民生銀行昆明分行亦表示 昆明城投有關會議紀要 為員工個人名義發布 參加活動未經批准和授權 該行並指不實信息傳播 涉及民生銀行普通員工馬某某 將嚴肅重重處理 昆明市政府之所以這麼反應強烈 背後有其原因 因為所謂的城投公司 實質是地方政府 為自己搞基建成立的一個融資平台 通常地方政府將自己支配的土地 或將政府能支配的國有企業的股份 或一部分給城投公司 政府作為發起股東向城投公司注資 引來更多金融機構 亦向城投公司注資 城投公司實質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搞基建的錢袋 城投公司所借的債 統稱為城投債 這種債務不算是地方政府直接借的 亦是政府利用城投公司的殼去借的 比如城都投資的天府環城六道生態公園 城投公司為整個項目投資了三百多億元 但中共突然要將公園產平退臨橫更 三百多億元化為烏有 如何處置這筆巨額債務 沒有人民盡 據大陸網易新聞披露的消息 大陸的城投債總額已高達65萬億元人民幣 加上9萬億元人民幣的房地產債務 已無力償還 隨時面臨爆煲 熟悉中國財經動向的知名博主 財經數據庫 講到60萬億元城投債的危機時指出 沒有說60萬億了 就是6萬億爆雷都受不起 並透露中共利用兩個方式 令百姓埋單 一個是都起樓等買樓的人截盤 另一個是被丟到股市等股民截盤 目前只有股市和樓市 兩個池才能消化60萬億的債務 不過財經數據庫提到的 依靠激活樓市的路已不可能 多種跡象表明 大陸房地產已開始爆煲 只是中共政府沒有公布疑議 不過今年之內 他的惡果將無法之再掩蓋下去 財經數據庫也表示同感 他認為第二條路是當局正在策劃的焦點 並指出目前的領導覺得 央企、國企的股值水平太低 好不滿意 等資本市場將股值漲起來 有片的韭菜投資股市 財經數據庫直言他的意圖說 與60萬億成投債的事情結合一下 你大概就明白了 這是拉高國企、央企股值 進行載融資 又以股化債 在YouTube擁有百萬粉絲的文昭 形容中共不顧一切 拆西場保東場困境時說 錢都敢挪用 什麼雷都敢踩 他還說 中共不會承認自己無力還債 但他會明目張膽 用百姓的錢去還債 很多朋友在說 這個地方政府會不會就直接賴賬了 這種可能性倒不大 但是呢 他會偷你的錢 去還欠你的債 如果有人會對我今天的論斷 感到驚奇的話 那我會對你表達同樣的驚奇 這都2023年了 你咋還這麼天真幼稚呢 如果你看到一些權貴官員 為了自己的活命 你肚子裏的器官他都敢去拿 那為了整個政權的生存 你什麼社保帳戶裏的錢 哪怕你銀行儲蓄賬戶裏的錢 他去拿 你覺得會是個問題嗎 文昭表示 未來成頭債如果爆煲 直接衝擊的就是銀行 他提醒中國百姓 如果到了這一步 存在銀行裏面的錢 能不能夠拿出來呢 能夠拿出來多少 都會是個現實問題 其實 現在有些銀行 已經第二次刁難民眾拿錢 這些都是不幸發生時的參考預兆 5月26日 美國司法部宣布逮捕兩名中共代理人 根據司法部刑事訴狀 兩名中共非法代理人 名為陳君和楓林 他們被控在美國作為未註冊的中共代理人行事 並串謀賄賂美國公職人員 以及共謀洗錢 他們還被控參加了一個 受中共政府指使的犯罪陰謀 針對目標是美國境內的法輪功學員 訴狀顯示 今年70歲的陳君 是美籍華人前中國公民 在中國和洛杉磯都有住所 43歲的林峰 是中國公民擁有綠卡 現居洛杉磯 兩人被控參與中共指使的犯罪陰謀 至少從1月到5月左右 兩人按照中共官員的指使 試圖利用美國國稅局的舉報程序 剝奪法輪功學員 運營和維護的一個實體免稅地位 陳君響明臥底特工稱 對於磅倒法輪功 北京領導層會非常大方 還重申自己和中國官員 就和親兄弟一樣 我們在二、三十年前 就開始了和法輪功的鬥爭 陳君響明國稅局的臥底特工 事前支付了5,000美元的賄賂金 還承諾會支付更多 以推動這項陰謀 司法部資料顯示 陳君通過風鈴 支付給臥底特工 總共5萬美元的賄款 分兩筆支付 每筆2萬5千美元 司法部起訴書說 法輪功也稱法輪大法 是一種精神修煉 中共政府將法輪功 認定為對其統治的五類威脅之一 法輪功學員面臨來自中共政府的系列鎮壓和懲罰措施 包括監禁 一些學員因這種迫害而死亡 起訴書還提到 中共政府鎮壓法輪功的活動 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政府部門 即所謂的老一寧辦公室 多年來 六一寧辦公室 一直在中國天津市 設有主要辦公機構 目前陳君被羈押 不給保釋 隨後 法警會將他送往紐約 風鈴還未接受聆訊 兩人被控一項未登記 而串謀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 以及賄賂公職人員罪名 最高可判處50年監禁 六一張志 中共又借機進行意識形態宣傳 江西南昌市 六一演出彩排時 剛剛唱完所謂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背景顯示平倒塌 壓倒多名兒童接班人 5月27日 網傳一段影片顯示 在一個城市廣場搭建議舞台上 十多名幼兒在表演歌舞 在歌舞表演時 舞台後部幾米高的背景顯示屏 突然跌下來 伴隨著觀眾的一陣尖叫 顯示屏將舞台上多名兒童襲倒 黨媒報導 九名受傷幼兒 已經送往醫院進行救治 大青山湖區委隨後通報稱 九名幼兒都是輕微傷或擦傷 很多民眾質疑 官方公開說謊 一些民眾稱 幾百公斤的屏 成年人都受不了 不可能輕傷或擦傷 有很多民眾表示 剛剛唱完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大屏幕就倒塌 顯得寓意深刻 接班的舞台開始攤塌了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今晚